台湖市离栽培命积居全台第一 年产6万多公顿 最近以新兴品种举办高阶礼评鉴 受到了三月冰雹以及七月台风的影响 今年高阶礼大约是减产两成左右 国品外观略受到影响 甜度还是有10到12度的水准 价格呢也可能因为减产 再加上又靠近中秋节送礼的旺季会有所破斗 六十组餐菜里摆满了阳明大楼的大厅 将依照外观果形 质地丰富 及糖度等项目来进行评分 选出今年的高阶礼王 口感就有五位评审 然后就是针对它的肉质的细致程度 里面的实细胞 这个部分去做一个评分 那再过来就是糖度就是用仪器来测 就是去切片以后榨汁然后去测糖度 海中市的高阶礼栽培面积是全台第一 年产大约6万多公顿 而最近正值新鲜礼的成绩 鼓励农友透过竞赛交流提升栽种水准 这一天也进行了高阶礼评件 台风又有大雨 因此在糖度的表现就会比往年稍微低一点 不过还是有一些很好吃的品质 那当然有一些就是气候的影响 品质没像往年那么的好 而且均匀度没有那么一致 那果实的外观也稍差一些些 有一定的品质 那我想透过我们每年这样的辅导 这些农民也会用心的去照顾这些高阶礼 所以基本上品质是要维持一定程度以上 我们是什么好中还要在9号 今年的高阶礼因为气候影响大约减缠两成 而国品外观也略受影响 甜度也还是有10到12度的水准 接下来的宝岛甘露林受损面积也有6% 农业卷呼吁大家还是可以多采卖 不过今年在量少的情况下 中秋节送流放弃 价格势必又将有一番的波动 这点讲话台中采访不到